中醫師的媽媽快八十歲 耳聰目鳴 我們說那顧醫師 你給媽媽吃什麼 他說我幫媽媽特調 這個叫做智菱腦粉 什麼是智菱腦粉 顧名思義就是 讓他可以抑制延年的一個 對大腦有幫助的一個養生粉 那其實因為我媽媽 三十一年次嘛 到現在也快八十歲了 但是因為我媽媽 她非常喜歡做手工醫 那退休之後 也長時間的去這個 這種老齡學院去上醫金 所以我媽媽的這種大腦 實在非常的靈活 從以前她在醫院 發生什麼事情 她現在都能夠 跟你入主家這裡 真的 對 所以畫面上 這個就平常的手工藝啊 對 包括像 遇到聖誕節的時候 我媽媽就問說 小孩子的那個 班上同學幾個啊 我幫你編啊 真的啊 對 像診所需不需要 放粽子啊 硬硬錦啊 要不要放中國節啊 我們聚焦2.0需要粽子啊 對 其實我覺得 做這種手工藝品 它可以動到 剛剛教授說的 它可以手眼協調 包括像我們華人的國粹 麻將 其實麻將是最好的 包括摸麻將的時候 摸到那個痣啊 可以傳到大腦裡面 甚至你可以跟 室周圍的人 做這種語言的溝通 其實都可以訓練腦力 今天這一道方子 真的是拿相機拍下來 剛剛朗姐就說 好棒喔 我現在開始要開始吃 對 它是有黑豆 還是什麼 對 我們這個 智齡腦粉裡面 放了黑豆 那還有核手屋 還有黑米 再是女針子 還有這個黑芝麻粉 那因為今天沒有買到 這個黑桑腎 其實如果家裡有黑桑腎 可以把它拿出來 做一個類似 全部都是黑的一個食材 就是黑寶 對 因為中醫講黑露腎嘛 對 那甚至中醫來講 它要腸痣 這個痣就表示我們腦袋 又說我們的 中醫又講腎竹骨生水 這個水就是水海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配品 你會發現它聞起來 非常的香 對 好棒喔 對 那所以我們要 採用這個黑豆的時候 你一定要採取 炒過的黑豆 因為黑豆它本身 它可以潤腸通便 那如果你用生的黑豆 它比較會有滑腸 也就是會有蟹蟹的作用 甚至像這種黑芝麻 你也要炒過 那黑芝麻它跟白芝麻比的話 黑芝麻它的鈣的含量 比白芝麻來得高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黑的東西 它都可以入我們的脾胃 入我們的甘腎 特別是我們選用這個黑米 黑米其實跟一般的這種紫米 是不太一樣 那你會發現其實 在所有的這種食材裡面 它沒有一個所謂的black rice 它只有紫米而已 只是說這個黑米 它是非糯性的糙米 那它又有這種入脾胃 讓一個長輩它的腸胃吸收好 那其實就符合我們之前 西醫有一個說法 就是腸腦連線 對 腸腦連結 讓那個腸腸到順暢 不會便祕 其實對它的腦部 也可以起得一個 行腦開竅的作用 所以這個智齡腦粉 我們平常就是泡來喝就對了 對 如果早上有習慣喝牛奶 其實你可以在牛奶裡面 加個這個智齡腦粉 或者是黑豆漿 或者像一般的無糖豆漿 都是可以 那其實裡面有豐富的蛋白質 有像我們這些黑豆 黑芝麻跟黑糙米裡面 都含有非常豐富的軟鈴脂 那其實軟鈴脂就是保護 我們腦部最好的一個東西 而且國醫師還給媽媽喝 抑制健腦湯喔 補氣型腦開竅 安神鎮定 對 像其實這些藥材 其實我們很常見 包括像我們這邊 可以看得到的這個天麻 天麻 遠智啊 石昌浦 那再放入一點西洋森可以補補氣 或者家裡面有高麗森 其實也可以拿出來用 那味道會更香 那再放一些黃芹甘草 加入一點陳皮可以裏氣 其實這樣的一個茶品 在平常媽媽中午過後啦 可以喝喝下午茶啦 晚餐在吃太飽的時候 其實可以跟家人聊聊天 可以泡來喝 它其實可以起到一個 醒腦開竅 也可以順便當安神 晚上會比較好入睡 有的時候去中醫掛門診 會說幫你砸頭皮針 其實頭皮針在我們中醫來講 非常常用在一些小孩子身上 或一些老人身上 為什麼 因為頭皮針 它可以對應我們大腦的皮質 對 它可以起到一個共振的效應 我們沒辦法直接去刺 我們的大腦皮質 可以 但是可以通過我們 跟我們大腦皮質相應的部位 包括像本神穴啦 百慧穴啦 神庭穴 來做一些刺激 包括像小孩子 有些像腦性麻痺的 會來給我們治療 或是像有些過動性的小孩子 或是像現在 失智的患者非常多 那失智的患者也不見得是高年的患者 限制有些四五十歲退休 就發現他有這種失智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可能會在我們頭部 包括像這個神庭穴 這是我們督賣的穴道 還有這個本神穴 它是我們膽心的穴位 大家都耳熟能詳的那個百慧穴 它可以起到一個提氣的作用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像在之前 韓國他們出去比賽 特別比賽那個什麼 奧林匹克比賽的時候 他們都會配一個寒衣在身邊 對 然後幫助這些選手 扎在百慧穴 幫他提氣 讓他可以聚精會神 增加他的腦力 那四神聰也是一個 很常用的一個境外起穴 他的穴位在於我們百慧穴的前後左右 各一寸的地方 那如果你這時候你沒有針 其實你用敲著就可以了 輕敲我們的百慧穴 再來風穴穴 大家比我更清楚 但我們大腦後方 我們常說在這個 大腦後方有一個凹陷處 這個就是風穴穴 包括像我們頭痛的時候 你可以按壓 疲倦的時候可以按壓 包括用張開兩隻手 用大拇指去按壓 然後另外四指 可以輕敲我們的膽筋的穴位 其實都可以達到一個 促進血液循環的作用 我是光文英 請到聚焦2.0 YouTube 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0 FB 點贊